洛杉矶时间12月5日,由洛杉矶地区商会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联合主办的中美贸易关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主题研讨会在洛杉矶地区商会成功举行,鉴于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和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造成的不确定性。 研讨会邀请到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副总领事施远强、洛杉矶地区商会CEO Maria Salinas等嘉宾在内的百余位中美高级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和专家共襄胜举,分享他们对中美贸易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 洛杉矶地区商会CEO Maria Salinas、加州州长商业与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Panaria Avitz、洛杉矶市市长Eric Cassidy代表、国际贸易投资办公室主任Philip Kuzner在欢迎致辞中均表示,中美两国是彼此非常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双边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贸易和投资等合作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萍在讲话中指出,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年,多年来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中美贸易战在两国元首会晤后缓解了紧张,而面对当下的局面,两国都要承担好各自的角色任务,遵循双边协定规则,通过面对面对话磋商,增进互信,紧抓机遇,继续拓展深化经贸合作。 同时,张萍也希望两国要增进更多的政府和民间的交流互动,并在农业、工业、旅游、教育等领域建立长效的合作关系。 随后,前美国商务部部长兼贸易大使Ann Mickey Cantor,前美国财政部中国问题专家David Lovinger,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商务参赞刘海燕。 南加州大学国际跨国法律和商业中心主任Brian Peck共同讨论了美中两国贸易和经济关系的话题,也道出了贸易战对两国企业、经济等领域的影响。 比亚迪北美分公司副总裁Patrick Dunn,International Vitamin Corporation联合创始人兼CEO Stephen Dye, Corcom资深副总裁Susie Armstrong和洛杉矶地区出口委员会副主席Carlos J. White-Rama就美中两国贸易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各输己见。 现在我们有一个时间标题,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喜欢时间标题,但我们喜欢更多的影响。 我们需要找到哪些会发展,哪些会发展,哪些会发展,哪些会发展。 在哥进南亚,我们是何要设计丶 trusting的国家出硬的城市 可以提议兴 raises这个融币专业业,中国人,正在洛杉矶河及美国各首领域, 我们wojskola提出 north chodzi safety bear里对付商场,还 pour她所管理认真正对 aquí那样观点ster, 我们希望两者多在美国之间改变好抗血连联金业,而且每个 engage CAR, 当天的研讨会上 洛杉矶地区商会还向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商务参赞刘海燕颁发了洛杉矶地标建筑 沃特迪士尼音乐厅的纪念品 感谢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及刘海燕多年来 对促进中国和洛杉矶地区的经贸合作 做出的杰出贡献 与会的众嘉宾均希望 中美两国可以本着沟通协调机制 克服目前急需解决的贸易摩擦 令两国经贸关系合作 可以互惠友好的不断向前发展 为了一中国记者现场报道